四公里长的人工运河 蜿蜒在欧式建筑中 宛如水都威尼斯 但真正地点却在大连 该项目占地约40万平方米 耗资达50亿 也有网友质疑 为何国内建筑多时模仿国外 缺少东方文明的独特创新 建商砸250亿台币 盖山寨威尼斯 吸引不少人看热闹 但人气不等于买气 杭州天都城 复制爱菲尔铁塔 搞噱头 结果塔下变成菜园 依旧冷清清 这不讲得说是鬼城嘛 这个白天一点一个人没有 现在灯光那个 管稍微省钱给它搞掉 除了山寨巴黎 上海还有仿英伦风格的 泰晤市小镇 位置偏远 入住率仅有六成 却因为特殊教堂喷泉景观 成为热门的婚纱基地 上海和他那边是等底的吧 比比比 大陆从事各种山寨地标跟建筑 从人面诗身像到水都 应有尽有 以为很高尚 却可能变成四不像 记者综合报道